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橙子 布丹王室里有一位漂亮的王后,名叫吉曾佩玛 她也是和英国的凯特王妃齐名,都是年轻美丽的王室女性 布丹王室因为有着美丽的王后而被广为人知 而实际上呢,汪楚克国王的五个姐妹也都是非常漂亮 大公主齐米杨佐姆已经是40岁了 但是呢,她却活得还像30出头的女人一样的年轻 那齐米杨佐姆的大公主是与凯特王妃也是有过正面接触 她是代表着嫂子吉曾佩玛王后在机场欢迎凯特王妃 那巨大的身高也是差一点就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 凯特王妃和威脸王子走下飞机之后 等待她们的正是汪楚克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齐米杨佐姆公主,以及她的丈夫达索桑盖 那布丹大公主出生于1980年,比凯特王妃要大两岁 那她的母亲是阿神谢灵王太后 那公主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并且是在校园中认识到了现在的丈夫达索桑盖 那这位夫妻都是很儒雅的 她们在接待凯特王妃与威脸王子的时候是非常有涵养 也是透露出了一股知性气质 那布丹公主是身穿着黄色上衣 下身是搭配着米色的花纹长裙 和凯特王妃的浅黄色连衣裙是颜色灰映 40岁的布丹大公主身材较小 那她的小矮个也是远不及1米75的凯特米德尔顿 但是呢,袖珍的身材让她显得很小 那看着也是不比凯特年长 吉米扬作母公主由于是个头矮 所以说她也是在和凯特王妃说话的时候 一直都是仰着头的 那看到威脸王子的时候也是仰视的角度 布丹大公主仰头说话的时候也是特别可爱 威风吹起了她的绣发 那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但是袖珍的身材也是让她看起来更加的俏皮可爱 凯特王妃则是温婉大方 那她也是披着一头卷发 身材千细高挑,穿上高跟鞋之后更是淑女 那凯特王妃的性格开朗 她也是与布丹的大公主 是聊得很开心的 那两个人也是已经做了母亲 彼此的共同话题也是更多了 那剑墙公爵夫人在聊天的时候 还不忘记用手来整理一下头发 也是敬显着嫩媚风情 布丹大公主的眼神则是更加的憨厚 她手上戴着的是金灿灿的镯子 那双手也是始终交叉的放在身前 端庄又得体 那两对夫妻就这样的愉快的聊了很久 布丹大公主比吉森佩马往后要更加健谈一些 所以说以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也是可以更加享受这样的聊天时刻 布丹的驸马则是比较内敛 但是呢她对待剑桥公爵夫妇是很尊敬的 他们都是留过学的高材生 那英语水平也是过硬的 并不需要翻译从中帮忙 那布丹大公主的出色也是完成了接待任务 她也是给两位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娇小的布丹大公主个头虽然说非常矮 但是呢她的气场是很足的 在与凯特王妃交谈的时候 分寸也是把握得非常好 是因为高情商的王室成员 那凯特王妃和布丹大公主 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不吝啬的笑容 她是很喜欢小矮个的奇米杨佐母公主 对于公主的谈吐也是十分欣赏 那布丹大公主学友所成之后 也是一直的为皇室旅行着职责 她的丈夫达索三盖也是富家公子 那婆家呢是布丹的第一代实业家 达索三盖也是为了妻子经常的参加王室的活动 也是默默的支持着公主 她们还一起的担任了布丹生态学会的皇家三助人 也是在慈善方面是颇有成就 这也是凯特王妃喜欢布丹大公主的原因之一 也是在东方女性中布丹大公主也不算矮 只是呢与凯特王妃站在一起就显得很娇小了 但是她的品位高尚这也是难能可贵 接下来是41岁布丹大公主庆生 美人不食人间烟火 那母亲也是与三个姐妹共事一夫 布丹王室近几年来呢是越来越受关注 那王室的女人们都长得很美丽 以汪楚克国王的妻子及曾配马为代表 也是好气质与众不同 那众位公主是汪楚克国王的姐妹 那她们也是分别由四位王太后所生 那五位公主也是身姿翩翩 美貌呢是不输王后及曾配马的 那布丹王室的大公主 齐米扬左母汪楚克 更是美人中的极品 那她的一领一笑都是令人心动 近日呢布丹王室的大公主 齐米扬左母也是迎来了41岁的生日 那公主殿下呢也是在严布皇宫 是低调倾生 关于布丹长公主的年纪说法也是不一的 英国媒体是认为说 大公主是出生于1980年 那今年是刚刚40岁 那亚洲媒体也是一致认为 大公主是出生于1979年 那今年已经是41岁了 岁月是从来不败美人 无论是布丹大公主是刚满40岁 还是41岁 那她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冷美女 那41岁的布丹大公主 也是没有举办生日庆典 她只是和家人简单的聚会 齐米扬祖母汪楚克也是虽然说很高冷有个性 但是呢 她对于兄弟的汪楚克国王是很尊敬的 对佩玛王后也是很友好 公主也是从小就长在一个关系比较微妙的家庭中 那美人不食人间烟火 也并没有因为是王室的纠纷而咬乱了星星 齐米公主的母亲是阿沈谢灵佩母王太后 那她也是布丹老国王的星格的四位妻子之一 布丹这个国家不太大 那经济也是比较落后 他们的婚礼制度是允许一夫多妻制 那星格老国王是自己就有了私人妻子 并且是一起册封他们为王后 也是集体的荣生为王太后 那王太后们也是出自同一个家族 是同胞的四姐妹 这样也就暂时的避免了布丹王室凌乱的后宫争斗 是被传为一段佳话 但是随着王太后的孩子们各自长大 那王子与公主们的前途各异 大公主的母亲与其他的几位王太后 也出现了一些隔阂 那不丹的大公主是很包容的 也是主动的为母亲以及姨母们去说和 缓解一下内部矛盾 那吉米杨祖母王楚克 她并不在意母亲与三个姐妹共享丈夫 从小也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她也是看淡了一夫多妻制的不公平 但是大公主自己嫁人是很有原则的 她和王楚克国王是一样的坚持一夫一妻 那吉米公主也是嫁给了不丹的才子达索三盖 那公主也是和驸马是门当户对 达索三盖不仅是长得帅气 还拥有多个硕士学位 她的出生也是很好的 其家庭是不丹的第一代实业大家族 那夫妻二人呢也是一共生育了两个孩子 大儿子达绍金美乌金也是出生在泰国的曼谷医院 那今年呢是刚到14岁 那小儿子是比哥哥小了三岁 现在呢也是一个大小伙子了 不丹王室与泰国王室的关系一直都是很不错的 那不丹的长公主也是选择在曼谷医院生产 也是相当的看重第一胎了 毕竟不丹的医疗条件是要稍微差一些 那不丹公主生完了两个孩子之后呢 也是专心的投身工作中 她目前呢在不丹的青年发展基金会 是担任了赞助人 并且是资助了不丹的生态学会 那公主也是积极的履行了皇室的职责 更是为儿子们做表率 那她也是不参与王室的权力的斗争 也是不主张母亲与其他的王太后内斗 那长公主也是受到了父亲辛格老国王的器重 是很有话语权的 也是为不丹王室的和谐做了不祥的贡献呢 不丹王室是人才积极 在美女王后配马的身旁 原来还有这样一位冷艳的妙女子 最后是不丹王室是一个盛产美女的王室 那老国王辛格原本是长得很帅气的 而她迎娶的四个姐妹也同样是颜值不淑 因此呢生育出来的孩子也大多数十分好看 那辛格老国王膝下是拥有着十个孩子 几个梅作为是长子也是成功继位 而她也是迎娶的妻子配马 如今是在国际政坛上也是享有圣誉 也是拥有着不少的夸赞 因为其端庄的容貌以及刚贵的气质 更是让她深受了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可 而不丹王室呢除了是配马的颜值 是得到了认可之外呢 不丹的公主们也都是十分美丽艳丽的 那特别是二公主索男公主 更是甚至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以及容貌 成为了不丹王室远生负名的美女 也是认可为最美公主 那索男公主是长着一副高冷的容颜 不过呢是不同于配马 以及其他的姐妹颇有一些方正的五官 那索男公主呢是拥有着稍微鹅蛋般的脸蛋 一双蛋凤眼也是让她带着满满的柔情以及腐媚 然而她的高冷气质却是中和了这种腐媚 看起来呢更是别具一格 虽然说不丹老国王是拥有着五个女儿 但是从很小的时候 索男公主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存在 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 她总是最出挑的那一个 那之前一张不丹王室公主们的青春期的照片 也是意外的曝光 照片中有着四个公主 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 都可以发现索男公主 是成为了其中最出挑的一个 那也是在四个公主中索男公主的身高是最为高挑的 是穿着一袭金色的不丹礼服 那粉色的袖口也是给她增加了几丝的少女俏皮感 那个时候的她脸蛋还没有展开 也是带着一丝丝的饱满的婴儿肥 但是发型以及气质已经是逐渐的可以看得到现在的影子 那不过那个时候的索男公主却是因为婴儿肥 所以说气质看起来就要柔和很多 而且圆润的脸蛋也是让她看起来格外的可爱 而又娇俏 那与其他的几个姐妹相比的话 那个时候的她 站姿以及姿态形态都已经是早就已经凸显出了 她不一样的细致 整个人在形象上对比其他的几个公主是要高级很多 不过呢却是没有了现在的冰雪美人的那种冷漠感 反而是带着一丝丝的浅浅的笑意 那看起来也是十分可爱 一双丹凤眼也是多了几丝的柔美气质 那索男公主呢 无论是小的时候还是长大以后 索男公主的气质以及形象都是很不一般的 也怪不得能够成为五个公主中的最为特别的一个